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我想将画面由中东转到亚洲 特别我想说说中共和美国之间 过去的一个星期 如何权来脚往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都是这句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言归正传 以下这宗新闻 虽然是细新闻 但是也反映出 世界还有很多国家 坚决批评中共侵犯新疆人权 中共所犯这些罪恨 仍然有人记得 10月19日 英国代表51个国家 发表联合声明 指出中共在新疆进行大规模 任意的 歧视性的拘留 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 可能构成国际罪恨 特别是反人类罪 这份联合声明合共由51个国家签署 这些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 美国和美国的盟友 而亚洲 只有日本 澳洲和纽西兰 再加上一两个岛国 有签署 东亚国家 南亚国家 都没有签署 非洲和中东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一样是没有参与的 这份声明 特别提到了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发表的新疆问题评估 是过度依赖中共提供的资料 这件事当然算是细新闻 中共只要死口不认 一样可以过关 但由此也可以反映到 欧美国家 对中共在新疆犯下的罪恨 是会继续咬住不放的 新疆问题已经成为中共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 虽然这些是小事 但又不会断尾 看来 中共这种污点 就算死口不认一百次 都是抹不掉的 习近平以为可以将维吾尔人的文化清零 结果反而为中共留下一条很长很长的首尾 正当中共和俄罗斯 以为中东即将大乱 甚至反西方的情绪 可能蔓延到欧洲之际 10月17日 美国又再次 打出晶片禁令 这张晶片牌 这次美国针对的是 一些特别设计给中国的中国专用晶片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明 新的禁令 是要避免中共在军事上 应用人工智能和先进电脑技术 说明是不可以让中共在这方面得到突破的 而这件事当然是激动中共弹起的 于是又是那招 坚决反对严正交涉 大家知道中共应对外国挑战有两大绝招 第一招 死口不认 第二招 坚决反对 其实这宗新闻也算是大事 不过当日有以下战争 以及中共大挪大鼓搞一带一路高峰会 这两件事都吸引了传媒焦点 所以全球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 都比较简单 其实上年10月 刚刚一年前 美国禁止 NVIDIA为主的美国公司 向中国出口 先进的 A100晶片 我非常记得 NVIDIA当日大叫救命 说他们不可以向中共出售A100晶片 NVIDIA这间公司就死了 NVIDIA是几天不停自己唱衰自己的 当然NVIDIA股价就大跌 谁知不用一个星期 美国突然公布 可以让NVIDIA生产一些 中国专用低一级的A800和H800晶片 还说 A800和H800 可以短时间内生产和供应给中国 NVIDIA的股价 快速飙升历史高位 每一股 由122美元 飙升492美元 就算到今天 仍然有421美元 NVIDIA就成为 万亿美元市值的巨无霸企业 大家想想 当日低位 买入NVIDIA的投资者 现在是不是发过猪头 而我是坚决相信 拜登政府和NVIDIA 肯定一早合好 大家一起做下NVIDIA的股价 然后再戏剧性地 公布生产一种专门供应给中国使用的晶片 这样NVIDIA的股价 就可以极速反弹4倍 各位 是4倍 我曾经出片说 上年10月 我看不通这点 抵我赚不到钱 但是 由此可见 拜登政府和华尔街的大恶 打击中共固然是重要的 不过赚大钱更重要 这些是真真正正的现实利益 当日很多人说的 H800和A800 这些所谓低一级的晶片 只是减慢数据传输的速度 其实运算能力方面和A100先进晶片 都不是差很远 所以对中共的打击 可以说很小很小 并没有影响中共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 然后就传出中共大手入货 买了大量A800和H800晶片 令到他们的晶片库存爆仓 当然NVIDIA这家公司当然是赚大钱 市值不是破万亿美金 终于今年10月17日 美国公布新禁令 将会连A800和H800 这类中国专用的晶片都禁 也不止 禁令亦会扩展到中共之外 21个正是美国武器禁运的国家 这些国家包括伊朗、北韩、古巴、 瑞尼亚、委内瑞拉、中非、江国 俄罗斯、白俄、缅甸、也门等等 即是中共想洗还手 买些先进晶片 也没那么容易 当然中共可以洗还手 跟泰国、马来西亚、匈牙利、 巴西、南非等等这些国家买 不过美国商务部只要稍微留意一下 也很容易发现到这个情况 所以就算让中共买到这些晶片 相信又贵又难买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重申 说这次要堵塞之前的漏洞 又说不想打击中国经济 只是避免中共在军事上得到先进晶片 亦因此 所以手机、电脑这些消费类的晶片 将不会包括在禁令之内 中国仍然可以每年进口 千亿美元计的美国晶片 而且这项禁令每年也会检讨一次 其实这些所谓漏洞 早就有人看到了 我都说了N次 拜登政府对中共永远留一道逃生门 一方面 这些给中共的逃生门 不是免费的 没有免费午餐的 中共是要付出的 而美国那边 当然 有人会赚大钱 另外 以习近平的性格 他也不会领拜登的情 总之 现在无论如何 美国都叫做堵塞这些漏洞 为什么拜登政府 现在出手扩大晶片禁令呢 首先 美国商界 多唯利是图也好 他们现在都应该看到 真的不能再看少习近平的野心 如果世界真的出现大战 欧美就算打得赢 代价也很大 欧美一样元气大伤 而且战争的东西 能够不打就不打 美苏冷战 这么多年 两大阵营发生过N那么多次 到了战争边缘的危机 终于美苏也没有大战 最后都是苏联自己瓦解 就变成俄罗斯 和几个普京的跟班国家 所以 欧美始终相信 阴干中共 比跟中共打仗 现在扩大晶片限制 是拜登政府觉得 逃生门太多了 搞到自己也太危险 另外如果再不限制中共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 真是不知道将来 中共会发展出什么的科技妖魔鬼怪 又或者 再弄一单AI版的武肺病毒出来 这个世界就麻烦了 于是 拜登政府都知道了 不能继续弃势 第二点 俄乌战争 中共现在开始不想扮中立 中共现在和俄罗斯已经摆明 走得越来越近 非常非常近 已经完全再不怕全世界 知道他在帮俄罗斯 只是把口仍然死口不认 说自己现在仍然是中立 也就是 拜登以为可以用经济的压力 科技的压力 按得住习近平 现在显然是失败了 中共不止不中立 更加摆明 摆明居马 大修领 将所有反西方的力量 结集在一起 大挪大鼓 士气一枝旗 建立自己的智头 而习近平 已经投入了 邪恶俗心领导者 这个角色 当然 在习近平内心之中 这个邪恶俗心 他就认为是正义联盟 最近的例子 普京就公开承认 习近平是世界公认的领导者 中共 自己吹自己 说北京 已经是世界思想的首都 以及刚刚一带一路高峰会上 连塔利班都说 将会加入一带一路 各位 如果拜登政府 仍然继续扮 压制中共 继续弃 美国自己 都将会面对很大的困难 一踏入下一年选举年 拜登的对华政策 必然受到很大很大的质疑 特别是当华为推出 Mate 60 号 新手机 声称 可以做到7纳米 美国当然 再不能轻敌了 所以美国现在 已经不能再用假动作了 这次美国还将两家 中国晶片制计公司 列入限制名单 简单来说 是需要许可证 才能出口的国家名单 突然大量增加 对美国的晶片生产 当然 确是挺大的打击 美国商界都说 这次似乎是 礼真 不过这样 拜登政府 仍然还有少少逃生门 给中共 这次的限制 没有包括阻止 中国企业 使用亚马逊 和微软的 云端服务 简单来说 即是有些事情 中共因为没有高运算能力的晶片 运算不轻 就可以通过美国的云端服务 去运算 即是中共仍然可以维持 一定晶片运算的能力 即是大概等于一间会计司行 没有那么多熟手的会计人员去计数 于是就外判一些会计工作 给其他国家的会计司行 总之你计好盘数 再传回给我 就搞定 就是这样 一般相信 美国迟些都会出手 用行政命令 阻折这件事 而我觉得 就算美国不禁中共使用美国公司的云端服务 中共也可能会自己禁自己 因为这些运算工作交给美国公司去做 中共始终不放心 因为中共也怕数据外洩 另外 亦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这次出手 是实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一方面 就不让中共得到先进的AI晶片 另外 中共原来一直看准另一个晶片市场 是什么市场 就是传统低端的晶片市场 因为除了那些先进晶片之外 全世界都需要很多低端晶片 而中共 就有强大的产能 生产这些晶片 所以中共近几年 削价和欧美竞争 就赚了大钱 现在美国就希望 减少欧美晶片生产商 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就逼这些公司削价和中共竞争 不要放弃低端晶片市场 这样才可以巩固 美国晶片方面的主导优势 OK 美国这次似乎不客气 中共方面 刚才说 美国霸凌 又是严正交涉 等等 而同一时间 美国国内 以至其他西方国家 都不约而同 公布一些打击中共的措施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提出审查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洪杉资本 要洪杉 交代他们在中国的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晶片和量子电脑 这几方面的投资 虽然早前洪杉已经分拆了 中国的投资 还改了大陆名 但美国众议院仍然要审查洪杉 当然洪杉也一定有方法过关 但为了投资中国 要不停和美国政府和政界斗争 洪杉也相当烦 可以说这些动作 就算不可以打死洪杉 烦也烦死他 以后这些美国资金 还哪有以前那么大胆 还怎样大手不投资中国 而同一时间 10月19日 美国阿肯息州下令 中国国企 中国化工控制的 先政达总子集团 要在两年之内 出售他们拥有的65公斤农地 理由是中共受到美国的武器贸易条例 即ITAR的限制 是一个受限制的国家 根据阿肯息州的法律 这个州的土地 是不可以卖给这些 ITAR限制的国家的 原本这家先政达总子集团 是瑞士公司 2017年 被中共国企 中国化工 用430亿收购 2021年 正式拼入中国化工旗下 可以说先政达 也算是中共国企 这家由中共国企 持有的先政达 表示 阿肯息州的公司 管理层都是美国人 而中国持有美国的农地 是不足美国私人农地的1% 而加拿大反而占了31% 阿肯息州这样做 对中共不公平 我就觉得 没有说不公平 因为中美之间 现在是高度竞争的国家 而美加是友好国家 甚至是盟友 另外先政达的管理层 你说是美国人 不过可能是华裔美国人 大哥 秦刚的私生子 秦二世都是美籍 美国那边这样对中共 西方阵营又怎样呢 今天 五眼联盟代表 在加州的矶谷 开完科技安全高峰会 罕有地发表了一份声明 指责中共盗窃知识产权 又用人工智能 通过黑客入侵其他国家 进行间谍活动 英国军情五署MI5 说中共通过AI 曾经接触过两万名英国人 企图窃取机密 澳洲安全情报组织 ASIO 他的总监 白吉斯 指出 中共正进行 人类史上 最大规模 最复杂的 知识产权盗窃 另一方面 日本首次邀请澳洲 参加美日联合演习 这次演习会在11月月底举行 而又是在10月19日 美国国防部发表 中国军力报告 这份报告的重点 截至5月份 中共拥有超过500枚核弹头 即是 半年之内 中共的核弹头 由400枚 增加到500枚 增长的速度简直是惊人 远远超出美国的预期 留环厚 中共的火箭军高层 和国防部长 是不停换来换去的 不停有人落马 这些核弹头 打不打得响的 都很难说 不过 在美国那边 是不得不大力防范的 OK 中共这边的情况又怎样呢 在做什么呢 先计中俄两国 在以下战争 扮演什么角色 有多少幕后的参与 不说这里 总之中共军机 在10月14日 是危险拦截加拿大的巡逻机 加拿大事后 批评中共的军机 危险和老妄 更更公开当日中共军机 危险拦截时的片段 中共今天就说 加拿大的巡逻机 侵犯中共主权 中共对加拿大强烈谴责 严正交涉 加拿大就说 当时 他们正在执行 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巡来任务 刚刚俄罗斯提出 中俄和北韩进行定期安全对话 从而应对美国及其民友的威胁 前面我说了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现在侵埋塔利班玩 拉着塔利班入局 而美国财政部早前宣布制裁11名个人及公司 指控这些个人及公司 协助伊朗 製造无人机和导弹 这些被制裁的实体 其中包括了 3家香港公司 和1名香港人 中共外交部就说 反对美国 非法单边制裁 明眼的人都看到 即是中共 没有否认 这些实体 是有帮伊朗 生产无人机和导弹的 中共只是反对制裁 而俄罗斯早前 故意泄露 俄军的无人机 其实是中国产品 这件事 中共也没有否认 即是中共现在 看着世界这么乱 已经不怕正面和西方国家 习近平就相信 西方国家 只能够用经济制裁 科技制裁 这些小动作 这些慢动作 去对付它 欧美国家 是不敢 亦没有能力 用大动作 去和邪恶俗心拼命 这就是习近平敢于斗争 习近平觉得 中国只要不怕穷 不怕落后 就什么都不怕 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 亦在这条片下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